1704年,年近12岁的纽葫芦氏嫁给了26岁的皇子印珍,也就是雍正帝。 因为纽葫芦氏过于年幼,而且其父亲在朝堂上的官职并不显赫,所以印珍并没有过多在意他。 他19岁的时候迎来了人生转折点。 那年夏天,雍正患上了一种传染病。 传染病在古代非常可怕,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。 一旦染上,基本就会丢掉半条命。 自然雍正的几位附近,都推托不愿意服侍雍正。 纽葫芦氏作为丫鬟则不怕。 日夜守候在雍正身边,尽心尽力照顾。 没日没夜的伺候雍正,照顾了整整两个月。 幸运的是,雍正的病终于好了。 而纽葫芦氏也非常幸运,没有遭到感染。 雍正对纽葫芦氏这种行为非常感动,后来就对他极为宠爱。 没过多久,雍正和纽葫芦氏就生下龙子。 这位龙子就是家喻户晓的下人皇帝乾隆。